沒過試用期的第二份工作想辭職的電話 你沒過試用期隨時就可以了 你就立刻遞信了 Oscar還沒進來 先進來 老子不幹了 這個不要學了 這是我朋友在大陸做管理層 當然他收到一份辭職信 就是老子不幹了 就是這樣寫辭職信 即是他有份文件給他填 他說什麼老子不幹了 然後理由是什麼 他寫什麼人工資太低 他跟KMDD說的一樣 就是工資太低 老子不幹了 就是這樣簡單簡單 那你辭職就有什麼難開口 我都不明白 有很多人會覺得不好意思 傻瓜 你跟他有多少年感情 你剛剛進去椅子都還沒坐暖 又不是什麼賣命 說什麼桃園三傑二流比關與張飛 你也是打工仔 別人的工作好一點 你也會說別人有好一點的offer 我就走 你就這樣跟他說 別人在出十批東西 人家那邊 隔壁公司出什麼錢 都請我過檔 我不做了 所以轉工 很正常 不諒解你那些是刺錢 有些人 我的確了解過 有些部分公司文化 一看到別人辭職 就不知道為什麼 黑了臉 焦了臉 為什麼 因為他還要繼續留在困獸鬥 你走得 即是有更好的環境才會走 很少人走去更壞的環境 有些人會黑了臉 焦了臉 馬上走 好像斷絕來往 不當你透明一樣 不說話 沒有所謂 因為你現在試用期間 你可以馬上走 以我所知 一個星期還是怎樣 就可以走 你就黑臉 拜 啦啦啦 你不是每天都在開 他也不會給你工作 你每天都在開Facebook 又有良出 可樂而不為 每天都在公司玩 沒有所謂 我早就找了別人去頂我 那最好 你這樣說就頂我 關我什麼事 你有沒有人去頂我 與我無關 這間公司 有沒有行政 怎樣運作順不順 關我什麼事 你運作好 我有股份嗎 你賺到多些錢 都是分給我嗎 不是啊 大哥 那關我什麼事 你這樣說 哈哈 桃園三傑儀 劉美關羽 張飛 我們不行啊 我們要同生共死 我生為A公司的人 死都是A公司的鬼 這樣做一輩子 神經病 一年一年好 政府工 一直給你 所以為什麼日本人 就不流行轉工 因為你新入職 那些福利都是由頭儲 不兇儲氣 越儲越厲害 那些龜波 兩個不是啊 大哥 你儲多少年都不加氣 沒什麼用 就走就走了 拜 你不適用 因為你才做到什麼 沒過使用 對你幾好 那個感情 還未能夠見到出來 日本公司 是定期升職的 你知道嗎 不像香港 香港是有空位 都不升你吹嗎 他就在 不知道哪裡挖角 或者自己有空降 騎在你頭上 所以你說重點會和你 不是桃園三傑而 大家又搞清楚 你上班不是和劉比關 乳醬肥 每個人都 隨時有很多人想在你後面插你一刀 你老闆都不是那些 曹秋之女的 一般老闆都不是那些 能幹之士 不會知道你是厲害人 不會叫你 這個 曹人厲害 五指糧將 我們先封回五指糧將 什麼曹人 什麼夏侯敦什麼鬼 他不會 不會做 封你做標記章 我不會 像鬼蛋 看看球鬼旗 那裡挖角出來 對吧 所以你們不用這樣 你們不需要說什麼 不懂得開口 慈善商業社會 你跟他說 喂 什麼香港 什麼自由經濟 最喜歡說這些 你說自由經濟 人家聘得高一點 就聘到我 其實你不用說那麼多 總之慈功 給他一張信 告訴他什麼表情 不用看 放下封 把電郵傳出去 收拾好東西 準備走 啦啦啦 然後就開始玩Facebook 搞定 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這麼多 上網 有時這些辭職信 我以前在公司打 直接在他面前打 打打打打 什麼什麼 經理 現在不做 什麼什麼 我的慈功期是什麼時候 就是這樣傳出去 輕輕鬆鬆 沒有任何任務 用公司印刷 然後進去 我說不用進去 信封 我說免得環保 你們就看 就是這樣 對不對 有人說 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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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厲害 都沒有用 你說知道 現在是最少他厲害 靠關係 沒有人不服他 曹操 什麼人都會用 知人 魏國怎麼做到這麼大 什麼國家 那些 國家 不是一樣照擁 那些不是姓曹 不是也是擁 對 對 還有很多 情慾 隨便 很多人 曹操暉 什麼 信慾 信有 很多 智謀人士 一堆 武將 有一堆 什麼袁紹 行將 什麼張俠 那些 他就有勇 不說不勇 人家 對家的武將 照用 照升 沒有所謂 人家是好的 老闆 應該是這樣的 會升職 或是怎樣 香港不會 做夢 極小機構 內袍 聖職 全部都是空降 不用想著 喂 大哥 走啊 有機會你上 不用想 不要做一些 癡人說夢話的事 傻仔 要麼 除了這樣 空降 第二種做法 是什麼 這些老闆 自然 照顧 高招 永遠 懸空 不升 為什麼不升 升 加你 人工 或者 你職位高 福利 不升 一直 好像 爐仔 在前面 吊過什麼 蘿蔔 繼續 叫女生 下個機會 就到你了 就到你了 快 給多點表現 給多點表現 知道嗎 就到你看好你 說完你白癡 低能 空降 支票 你傻 你就相信 因為當時 當打 當 你當 你當 摔倒你 永遠不會升職 將我職位 懸空 懸空 因為 你可以說 有些老闆 會升職 加你100元 人工 但是 為什麼他不敢做 因為你升職 的標準 不同了 你轉工 容易 你馬上說 我轉去 什麼 什麼 經理 所以他不會的 最舊的老闆 就不升職 永遠那個位 是空 工作量 照家 你那些人吃 又不是我做 我請你那些老闆做事 啦啦啦 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得聰明 你就在這裡 跟他捱雷仔 你就慘得 駕駛駛駛 我早前 坐的士 的士司機 就說 什麼 他又在說 什麼 現在是年輕人 他說什麼 老闆很聰明 他說什麼 駕駛駛駛駛 你一腳 你自己小心 他是年輕人 他這樣跟我說 現在老闆很猜 你去公司 你去公司 去好公司 別去這些 小公司 最喜歡做這些 我說不是 現在大小公司 都是這樣 沒有分 全部都是慈善 我說什麼 考公務員 考公務員 最好 連加工 他說這樣 最好 加又多 當然 我說沒有其他工 比香港的工更好 香港的 就是 是啊 他說什麼 以前 以前不同 他說什麼 讀書 他說什麼 他讀書 都讀到 中學已經很厲害 他說什麼 我的年代 讀到中學已經很厲害 做經理 做經理 制 一來 就不會說 要你慢慢 從低升起 你讀完什麼 大學 肯定是 更高級 不要輕聲 一來 就給人 給幾隻馬 你點 他說什麼 很厲害 他說什麼 我後來 寧願不升職 他說什麼 因為太多工作 他說什麼 越升一級 那些工作就越多 他說什麼 寧願做什麼小 什麼散製 沒有什麼壓力 求鬼旗 夠吃 我都經理制 我就求鬼旗 夠吃 算了 他說什麼 做得那麼辛苦 回家見老婆子 兒女 當然是早早退休 什麼炸的屎 更爽 他說什麼現在不同 他說什麼 我現在看 看形勢 他說什麼 留意到 什麼老闆很流行 抓到你盡 抓到你殘 他說抓到你殘 就一腳伸了 可以理會 到時候你轉工都難 他就這樣說 所以打工仔 要有一個打工的智慧 你要記住 你現在不是 屠原結義 你要記住 你打工 不是屠原結義 你也是 那些僱傭兵 你也是 那些僱傭兵 什麼 黃金賊 那些 那些 黃金賊 也不是有理念 也形容得不好 應該怎麼說 好像那些 什麼元術 那些 借兵 那些 宣賊 宣賊 問元術 借兵 你要想清楚 情況就是這樣 你就是 你就是 宣賊 你就是好像這樣 你就當自己宣賊 去問元術 拿兵 回來 你就是要這樣 你就是這樣 你不是永遠 你就是想著 自己也有一天要有出頭 這樣 知道嗎 不是說 如果宣賊 在那裡什麼元術 打死一輩子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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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不會有自己的 又不會有機會復國 自己就是傻子 幫元術 你要打哪裏 好啊 好像狗 好啊 沒有意思啊 你說我講得很對 他不是公司賺幾百萬 我有得分 吃屎 看你公司 就好 你公司 有些人會分花紅 沒有商量 但是分花紅 但是分花紅 是比商量少 你就知道他是打把公司 這些東西其實很 雙向 公司怎麼對你 你自然就會對他好 對你不好 當然是求鬼奇 傻子 下次有機會 到你機會 來不讓你說HR不批 有些人 這個是最狡猾的說話 你意思是 老闆就是開空投資票 其實他這不是跟我剛剛說的一樣 然後最後不升職 就說什麼HR不批 傻子 這些 HR哪有這麼大 話事權 傻子 HR的權力 我告訴你 去到哪裏 就是他請人那一刻 他就是做一個最基本的篩選 其實你那些什麼部門 要請一個人HR 不能說話事 我一定要請他 他是可以這樣 不敢動你 就是你的前線部門 要請什麼人HR 誰知道 HR也不會理會這麼多 你說這個人適用 要不然為什麼這麼多空降 對不對 傻子 不要以為 真的好像政府部門 不行啊 人事部門不批 我也想升你 傻子 立刻一把箭下去 老闆喜歡升就升 請就請 根本最容易做事 就不會有什麼HR 給不給 根本他有很大的話事能 根本你的制度 你現在跟我說HR制度 你公司是不是每年加工 那些福利 我現在跟你算正 我OT的有沒有錢 有沒有補價 我現在你跟我算這些 人事部的事 人力資源的事情 現在我就跟你算 我OT了多久 從來沒有補價 我現在一下一下跟你 我說如果你要算 就馬上跟我算 這對 算不算啊 然後馬上咬下 沒有人敢跟你吵 好 上班也有霸氣 不要幫人賣命 只要有思考 又說老闆沒有好 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你們繼續做老公 他老闆也是這樣想 但是你聰明 你就是聰明 你就是持工 你很容易開口 不用說這麼多 就是這麼簡單 哈哈